蔡董事長 眾議院廖院長 還有在座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以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的身份 來幫大家介紹今天的講者 就是我們中央研究院的廖俊志廖院長 畢業院長畢業於台大化工系1980年 還有在美國Wisconsin Medicine 1987年拿到化工博士 他曾獲選為美國發明家學院的院士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的院士 還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2016年6月受總統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第11任院長 聘於2021年6月去任第12任的院長 那麼6院長的專長為代謝系統改造 合成生物學系統生物學 及維生物合成燃料等前瞻科學研究 他研發的一丁醇生物合成技術 已經被應用在航空業的生殖燃油的製程中 那麼另外呢他也在發展轉化細菌裡的物質 以生物取代石油生產化學品 並發明非氧化性糖解等技術 被譽為現代合成代謝生物學的先驅 我有一次因為要查一個資料 那就上Google Scholar 查一位教授叫做Jim C. Liao 就是我們的廖院長 我發覺他到1997年 在2016年在UCLA化學 及生物分子工程系教授的時候 真的是黃金20年 他總共的H-Index打98 然後被Citation的次數高達3萬多次 是非常的驚人 那麼因此廖院長卓越的研究成就 屢獲國際肯定 獲得多項的國際獎項 包含美國環保署的總統獎 美國白宮再生能源的創新獎 還有義大利總統也曾頒授E&I再生能源獎 還有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應用科學獎 以色列Samsung總理獎等獎項 那麼今天廖院長的獎題是 邁向近0.0x轉型加速器 內容是主要說明如何 將天然氣裂解成去碳燃氫 也就是把那個碳去掉之後的濾氫 那麼這個 我個人認為這個對台灣達到2050 內容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 而且這個我們的國科會就是以前的科技部 在兩天前有正式通過一個組織 叫做靜靈科技方案 指導委員會 那未來會負責台灣 靜靈科技的整個發展的策略 那這個指導委員會的召集人是 國科會的主委 也就是我的老闆 這個吳正宗 吳正偉 那麼共同召集人就是我們中原研究院的 廖院長 所以呢 我相信今天廖院長演講的內容 不只是國家未來靜靈科技的發展方向 也是未來產業應該要大力投入的方向 那接下來呢就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中原院的廖院長 非常謝謝林院長的介紹 蔡董市長 周主任 林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同事 同仁 及縣長的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 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談一談這個 我國甚至全世界 靜靈科技應該要走的方向 中環研究院呢 在兩個多禮拜前 公布了一個靜靈科技政策的建議書 那今天我在這邊 不會全部的來做一個重述 但是我會把重點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首先我想我們要強調 我們假如利用現在已經有的科技 我們是沒有辦法達到2050的淨靈 甚至2030年要減50% 也是非常非常困難 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類必須要很快 非常積極 非常努力的開發新的技術 才能夠達到2050的淨靈的目標 甚至即使我們非常努力 那是不是可以達到 也仍然是要 也沒辦法跟大家保證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主要的講的是 我們怎麼樣在眾多的科技選項當中 挑選什麼是我們應該發展的方向 那特別是我在演講當中會契合今天的主題 就是以人為本的轉型 雖然我們用強調是科技 但是科技跟人沒辦法這個區分 不是沒辦法脫離跟人跟社會的關係 所以我們同時要考量科技的發展跟人之間的關係 好 我們首先要強調的就是我們在談減碳的同時 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量的觀念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台灣在2019年排了2億8700萬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 所以有句話說從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 我們要看說我們哪裡排碳 我們就要從那邊開始減碳 哪邊排碳多我們用力用的精神要多 排碳主要是哪裡來呢 排碳主要是由能源使用而來 我們用了多少能源呢 主要的能源的使用是電 但是不是全部大概一半左右 我們目前使用了一年使用2800億度的電 那電只是能源其中的一部分 還有另外很大的一部分是直接燃燒所產生的排碳 那我們用了總共用了多少能源呢 假如換算成油當量的話 我們用了85個百萬公平的油當量 再加上我們還有22個百萬公平的油當量是輸出用的 那這個數字呢恐怕大家沒什麼概念 所以我們假如把這個85百萬公平的油當量 轉化成電的話 那相當於多少度電呢 相當於4888億度電 相對於我們現在使用的電力是 2800億度 所以大家知道說 我們大概還有很多的能源 不是由電力來供給的 好了 我講到說量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量非常重要呢 跟各位再複習一下 這個從高中開始 大家都聽到的 能量不滅定律 質量不滅定律 能量不能凭空而至 質量不會凭空消失 所以我們2019年排放了 2億8700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 其中呢 含多少真正的碳 它含了7800萬噸 7800萬噸的碳 好了 假如我們說 那我們先把碳排掉 再把它捕捉下來 再把它轉換成其他東西 好 請問要轉換成什麼東西 我們看看台灣目前 最大宗的產品是什麼 大概是水泥 一年產了 將近1200萬公噸 其中水泥的含碳量也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水泥沒辦法 當作我們碳的一個出海口 我們生產的最多的化學品是什麼呢 乙烯生產多少呢 2020年我們產了400萬公噸的乙烯 仍然比我們排碳量少了非常多 那大家看到 那木材呢 我們用很多木材 我們總共用了 也是不到400萬公噸的木材 從這個 木材的單位通常是 立方公尺 我們把它轉換成 重量的話 是 約小於400萬公噸 而且 大部分是進口 好啦 那我說 那食物呢 我們吃很多的稻米 我們稻米吃了127萬公噸 所以這些 都遠比我們排出來的碳 小非常非常多 所以假如說 我們先排碳 再補碳 再利用 這個量 遠小於我們現在所 所用的任何的東西 那這個 這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 從零碳的能源來著手 好啦 那我們看看說 我們排碳的 仔細的一個分布圖 這個圓柄圖 就是我們主要的排碳 其中有深氯有淺氯 這些深氯淺氯 都是由於能源的使用 而造成的排碳 其中最大一部分 大家馬上看到的是電力 佔了將近50% 剩下呢 運輸 佔了12.6% 為什麼運輸排碳呢 你看看我們用的汽油 燃燒之後就排碳 所以我們用的各種不同的油料 從摩托車 小客車 大卡車 到船舶到飛機 總共加起來12.6% 其中 自用小客車 摩托車部分 大約6% 摩托車可能更少 其中還有製造 營建驗 直接用使用能源 是用燃燒的方式 有些是用煤 有些是用油燃燒的方式 排碳 沒有經過電 還有一些固體的燃燒 佔3.7% 還有煉油 燒掉一些油 所以它也有佔成排碳 所以這些能源使用的排碳 加起來佔90%多 工業製程 也有一些工業製程 譬如說在製水泥 它會排一些二氧化碳 這跟能源沒有關係的 農業的一些活動 也會造成排碳 土壤的利用 但是它排碳 百分比大概1.1% 廢棄物 假如掩埋 也會造成排碳 其他的繞回來 這個住宅 農林漁木服務業 那主要的排碳 是由於使用電 所以這樣意味什麼 我們主要需要開發零碳的能源 OK 好了 那各位一直關心的工業界怎麼減碳 工業界減碳 最主要 第一個在目前可以做的 就是趕快把所有的能源使用的效率提高 那很多的工業界反應 也是他們持續在這方面做 所以這方面仍然是持續要精進 但是單靠效率的提升 原來是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剩下呢 很多我們剛才講的 很多的碳排 是由於直接燃燒所產生的排碳 這一部分呢 我們建議是 把這個直接燃燒所產生的排碳 所需要的能源轉化成電力來供給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製程都可以轉換成電力 但是可以轉換的 我們建議都轉換 原因是什麼呢 電力的使用 當然第一個比較方便 第二個 我們把所有的排碳源 變成集中管理 可以在發電端來控制 第三個 這個電力的使用 在很多狀況 並不是所有的狀況 它的效率會比直接燃燒要好 但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形 所以呢 我們看到說工業界減碳 包括這個製造業營造業 這一部分呢 我們要增進它的效率 儘量能夠電氣化的部分 電氣化有些是沒有辦法 或是非常困難 譬如說煉鋼 它不能用電氣化 所以那部分可能需要用其他的方式 譬如說用氫氣來煉鋼 有一些石化液 也沒辦法完全這個電氣化 就固態燃料的部分 那這部分也有一點問題 運輸的部分 我想我們已經在做 全世界已經如火如荼的 把這個運聚電氣化 至少自用小客車 及摩托車電氣化 我想這個都是指日可待的 剩下譬如說長途的貨車 幾天前Tesla也宣布 他們EVEN長途的貨車卡車 也有電氣化 但是前景仍然是不太確定 無論如何 這部分電氣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好了 那大家也關心說 那日常生活中我們怎麼樣減碳 那大家耳熟能詳的 我們儘量節能回收循環使用 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那這些都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也一樣要看看說 這個對減碳的貢獻度 那我們節能 假如說我們日常生活中節能 主要是反映在住宅的用電 住宅的用電佔全部的用電 大概6% 運輸的我們假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我們剛才講運輸 所有的運輸的排碳佔12% 自用小客車 小客車摩托車大約6% 所以這些大家就有一個概念 我們在整個排碳量的貢獻 所以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仍然需要非常努力的 來發展零碳電力 因為這些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的建議 在邁向2050近零的目標的路上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開發零碳電力 有零碳電力之後 我們能夠把所有的可以電氣化的部分 電氣化 那這些包括哪些呢 包括工業部門的用電 那這個大約佔了45% 這部分也是影響GDP最大的 所以這部分可能是對社會相當關切的一部分 其他包括住宅部門 商業服務業部門 各佔10%左右 這個部分目前已經大部分都是使用電的 所以馬上用電氣和這個零碳電力馬上可以供給 運輸部門 那現在我剛才講過了 全世界正在快速的電氣化當中 所以這部分也會使用一部分的電力 那有些人說 那我們就不要排碳的話 我們就用氫當人員好了 跟各位強調 氫是一個能源的載體 它本身不是一個能源 氫氣怎麼來呢 它一樣要靠電 假如是某種能源來產生氫 假如你用電解水的方式產生氫 你的電假如仍然是排碳的話 那一樣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你要產氫 一定要從零碳電力來產 所以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氫有它的好處 但是氫本身不是一個能源 而是一個能源的載體 這個概念請大家記住 我們看說我們電氣化同時 我們大概需要多少電 我們目前跟大家一開始講的 我們現在台灣一年使用了2800億度的電 在這邊 排碳量約佔48.6% 剩下能源的使用呢 是由於直接燃燒所產生的排碳 它佔了42.4% 總共能源排碳佔了91% 這剛才我們看到的一個數字 那假如我們照剛才我們的計畫 把大部分的排碳的能源使用 轉成發電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多少電呢 那我們看看 假設我們把目前直接燃燒排碳的部分 總50%電氣化 那我們需要額外增加1200億度左右的電 總共需要4000億度左右的電 那假如我們要把90%這個紅色 這個橘色的部分電氣化 我們就需要2000億度 Additional 額外的電 總共我們就需要5000億度電 那當然這是假設說 直接燃燒和發電效率相當 這當然是不完全 這百分之百是valid 但是大約你可以看到說是這個數值 這些呢 都仍然假設我們總體能量的需求是不變的 只是能量使用的方式改變而已 所以假如我們要把所有至少大部分的能源使用 變成電力使用的話 在目前能源使用量的需求不變的狀況下 我們大概需要4000到5000億度電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在電力系統上 我們怎麼樣達成零排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更何況在電力系統的零排碳 同時也跟公屋息息相關 所以這兩件事情 我們都必須要同時考量 這也是我們在考量一個科技的同時 也要考慮社會跟人的面向 不能為了解決一個科技造成另外一方的問題 好了 在這麼多的可能的科技選項 我們怎麼樣排定優先順序 好了 我們這邊提出一個概念 我們要看這個圖 重坐標是減碳的量 另外 橫坐標是影響人數 所謂的影響 當然是指它的負面的影響 不是它造福的人數 是影響這個負面impact人數 特別是弱勢的人 那假如是這個 因為弱勢的人口 在轉型當中 可能它受的壓力會比較大 那我們在這邊圖上就可以標注 一般社會關注的問題 通常是人數影響比較多 但是假如我們仔細去盤點 它的減碳量不見得是最大的 反之大家比較不知道的一些科技發展 它的減碳量可能是可以很大的 但是由於它影響人數不怎麼大 所以比較不引起一般社會的關注 但是它一旦成功 它造福的人群是非常顯著 所以我們建議先要從這些減碳量大 但是影響弱勢人數少的科技 少的面向 少的措施開始著手 雖然最終我們叫全方面減碳 但是仍然是有一個先後順序 所以這個科技我認為是 由少數人來推動這個科技 但是它在推動發展的同時 幾乎是對大多數弱勢人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它一旦要開始布建的時候 可能才會影響到社會 那個時候就必須要跟社會的參與 所以為了要把這個道路鋪得比較平穩 所以這個周老師所領導的團隊 馬上就會貢獻這個佈局的前瞻部署 把將來科技所能可能帶來的問題 在還沒有成功之前就開始來設想 開始來解決這些的問題 此外呢 由於科技的發展 我們也可以帶動新的產業 這個促進的產業轉型 產業轉型所帶動的減碳量也是相當可觀 它影響人數也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 從科技的研發角度出發 帶動產業轉型 以這個方式來達到這個淨零的目標 這是我們所有的政策建議的邏輯就在這裡 第一個是以量的概念 我們前面一開始講 做受減碳一定要有量的概念 第二個有優先順序的概念 優先順序就看它減碳量跟影響弱勢人數 來做兩個指標 在減碳量高 影響人數少 這是我們要馬上做的 好 那在科技方面 另外有很多科技00種種 怎麼樣選定它的優先順序 就仍然是減碳量大 可行性高 我們在橫座標變成可行性 譬如說昨天美國能源部 宣布Livermore National Lab 首次成功的開發核融合的技術 但是它仍然是達到一個科學上里程碑 什麼里程碑呢 就是它們所投入的能源 比它輸出 它們輸出的能源 比它投入能源要多 所以它有一個淨輸出 這個已經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離實際應用有多遠 我們沒有辦法評估 所以可行性這部分 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要看說未來幾年它的發展怎麼樣 但是一旦成功 它減碳量是非常非常可觀的 除了這個核融合技術之外 在台灣我們目前可做的可行的 我們提出幾種科技 第一個是高效太陽光電技術 這個待會我們會再多介紹 第二個是在台灣比較少人講的 蓄碳燃氫技術 第三個 地熱海洋能 第四個海洋能 地熱跟海洋能 大家大概講了二十年 但是好像過去的進展不多 那由於現在的科技的發展 我們認為這兩項在將來是非常重要 而且成功可能性也越來越高 好了 我們再回過來仔細解釋一下 剛才我們講的量的概念 我們每年排了兩億八千七百萬噸的 二氧化碳當量 假如我們要用碳補桌 再利用的方式 怎麼利用法呢 譬如說我們把它變成乙烯 是台灣甚至全世界最大宗的化學產品 台灣每年產的是四百萬公噸 為了要產四百萬公噸的乙烯 我們需要使用一千兩百萬公噸的二氧化碳 占我們排放量的百分之五左右而已 除此之外呢 要把二氧化碳轉化成乙烯 理論上是可行 但是需要多少能量呢 需要一千一百四十億度電 假如各位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講 台灣一年用多少度電呢 兩千八百億度電 其中假如我們要走這條路的話 我們必須要額外的發一千度電 一千億度電 來把二氧化碳轉化成乙烯 這還不包括說其中的效率的損失 所以這些就跟我們再度提醒 我們需要從零碳能源 除了這個質量很小之外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能量 所以你把二氧化碳要轉化成任何東西 能夠使用的話 它有質量的問題 也有能量的問題 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 這個零碳電力 或者是一般講的濾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了 那我們就仔細檢視 我們的濾電 或是零碳電力 要怎麼來 那簡單來講 分為兩大類 一個是自產 一個是進口 自產呢 當然是太陽能 風能 這個我們在台灣已經推了一陣子 所以我們特別要強調 比較少講的地熱跟海洋能 待會我們跟各位介紹 為什麼這重要 最簡單 因為這是自產 台灣能夠自產能源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那這個是台灣少數 在能源方面我們可以自主的一個方面 雖然這個難度是有它的一定的難度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地熱跟海洋能 這兩塊 剩下的是生殖能 但生殖能有它的貢獻 但是貢獻量是有一個限制 進口方面呢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轉身天然氣發電 然後用碳捕捉碳封存的方式 理論上也可以達到這個淨零 因為你把排出來的碳 全部捕捉起來就是儲存 那我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要補很多 要存很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question mark 第二個呢 就是說我們不用碳 不用天然氣 我們用氫 氫怎麼來呢 可以 氫可以從天然氣 利用蒸氣重組的方式 Steam reforming 這目前最efficient的方式來產氫 就是Methane的Steam reforming 可以產氫發電 然後用氫來發電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產氫的同時 它也是排碳 它又排二氧化碳 所以同樣我們仍然需要做碳捕捉 碳封存 Again 這方面仍然是有很大的 這個能量跟質量上的cost 下一個就是利用天然氣 用我們今天要講的 去碳燃氫的發電 這個跟蒸氣重組怎麼不一樣呢 這個是把天然氣直接變成 氫跟固態的碳 而不是氣態的二氧化碳 變成氣態二氧化碳 你不但捕捉困難 儲存更困難 你現在假如把它分開 在沒有燃燒之前就分開 變成固態的碳更輕 這固態的碳 不但能夠容易捕捉 容易儲存 而且它本身是非常好的工業材料 甚至在緊急情況 也可以當備用能源 可以把它當煤來燒 萬一哪一天真的沒有能源的時候 還可以挖起來燒 那個時候 排碳當然就 不是首要的考量 這個去碳燃氫這個技術 事實上在國際上幾十年前就已經有 但是國際上的做法 一般來講是把天然氣變成純氫 或是純碳 它的重點是要取純氫做很多高級的工業運用 或是純碳做很多高級的工業運用 但是我們這邊所要強調的是 我們是要把這個技術拿來做發電用 一旦你做發電 你就不需要純氫或者是純碳 各位馬上就知道說 假如你不需要純的東西 你的技術的成本就馬上降低好幾個數量級 你要輕變成99.9999這種純度 跟9099%的純度 那個cost 那個成本差太多了 我們甚至不需要90%的輕 我們50%的輕也減碳50% 減碳50%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為了避免大家陷入這個觀念上 或是陷入為主的概念上面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們特別利用一個新的名詞 來代表我們的概念 就是去碳燃氫 把天然氣裡面碳去除掉 氫馬上燃燒掉 所以燃氫是馬上要不是賣氫 而且這個技術 氫是不需要儲存 因為馬上是要燃燒的 好 這個我們待會會講多一點 過來呢 你就進口濾氫 好 那這個 也是仍然是一個技術 目前日本跟澳洲正在開發當中 理論上我們是可以利用澳洲 廣大的土地面積架設太陽能板 利用他們的濾電來電解水產氫 然後利用這個特殊的技術 把氫運送到台灣 那這個成本也是相當高 而且技術仍然在開發當中 並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這個需要一段時間 之外呢 氫可以是一個能量載體 氨 ammonia也可以是一個能量載體 而且治氨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但是它仍然是排碳 治氨中間也是很多排碳 那你可以說 我們在治氨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濾電也可以 同樣的 我們可以到澳洲去設廠 去產氨 再把氨運進來等等 至少這個氨的儲存 氨的運送 這方面的問題 比氫的儲存應用要少一點 再下一個就是進口生殖原料 這個是可行 但是生殖原料的量不是很大 所以這個再少量是可以 大規模沒有辦法應付台灣的需要 最後一個就是用核能的發電技術 我們進口核燃料 但是我們就必須要面對 處理核廢料的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社會溝通的成本 台灣已經討論的非常非常久了 那目前看來 仍然是在這個討論當中 就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好的解方 那我剛才講到說 昨天美國能源部宣布 有新的核能技術是核融核的 那這個假如成功的話 確實是可能對全世界的能源 帶來一個新的希望 但是有多少呢 現在仍然是言之過早 是一個令人振奋的一個科學的一個里程碑 但是能夠用到 什麼時候可以用到 我們目前仍然沒有辦法評估 所以依據這麼多的選項當中 我們把可能的選項分為四大類 第一個是儘速推動 過來是擴大推動 過來是持續推動 過來是密切追蹤 所謂儘速推動呢 就是指技術尚未成熟 而且在台灣沒有廣泛推廣 或許講過 但是沒有廣泛大力推廣 但是它假如成功呢 它的近零效益非常顯著 就是所謂的 High Risk High Impact 這種類型 這包括什麼呢 高效太陽能光電 蓄碳燃清 地熱 海洋冷 生殖碳 待會我們一一的解釋 生殖碳 可能今天沒有時間講到 第二部分是擴大推動 就是目前已有初步的作為 但是可增加投入加大力道 譬如說風力發電 新興的生殖能 電力系統的配套措施 電網儲能方面 社會與經濟的配套措施 這些目前社會上政府已經有投入 但是可以再加大力道 過來呢 是持續推動 這個我們認為是這個方向 大致正確 可以既有的規劃持續推動 就包括傳統的生殖能水力發電 傳統的這個探捕桌利用 及封存所謂的CCUS 自然碳匯等等 這些都既有進程 然後呢 最後一項 我們認為是要密切追蹤的 包括什麼 就是未來的核技術 就剛才我們談到的核融核的技術 即新興的CCUS 這個目前仍然是非常早 但是假如說 有新的技術開發出來 我們必須要馬上了解 這方面呢 就是技術在起步階段 但必須要關注 密切的關注未來的發展 在適當的時候 馬上投入 好 我們首先講高效太陽光電 我想太陽光電的重要性 這個不需要我在這邊解釋 大家都知道 那問題在哪裡 太陽光電需要很多的面積 台灣地小人稠高山又多 可以裝置太陽能板的地方 並不多 所以假設我們把所有的可用面積的 40%來裝太陽能板 我們可以發多少電呢 就是目前以發電的效率 大概是20%到22%左右 我們的裝置容量可以到28GW 那當然還是不夠 我們怎麼樣增加這個太陽光電的發電量呢 一個是增加土地 增加這個從40%變到60% 80% 這當然可行 但是我認為這個對社會的成本太高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可以增加發電的效率 從20% 假如我們可以提高到30% 那我們就可以把發電效率提高50% 就是我們講的 以科技換取土地 我們既然地小人稠 我們就盡量開發非常高效的太陽能板 好了 高效的太陽能板 在實驗室裡面 現在已經都在做了 但是要變成量產 仍然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技術的瓶頸在 而且這個目前所用的太陽能板 主要是單接合的 矽晶的太陽能板 它有一個理論上限值 理論上限值最高大概33% 那實際上大概能夠達到27 28 都已經非常了不起 目前實際上市面上買的 大概是20到22左右 好啦 那我們怎麼樣提升這個呢 因為它是有理論限制 提升方法呢 就我們把它轉化成堆疊型 不是單接面型 多接面堆疊型 而且用新的材料 鈣钛礦 再加上矽晶 那鈣钛礦 矽晶 這些技術都已經在實驗室 全世界各地的實驗室開發 有一段時間 但是都仍然沒有辦法商業化 所以呢 我們認為說這方面 以台灣的科研實力 跟業界的製造能力 我們是有辦法 在這個競爭的局面當中 取得一些優勢 因為這個下一世代的 太陽能板的主要技術 已經有一些曙光 當然仍然需要非常大的努力 而且我們跟這個太陽光電的業者 而且國內的業者談了之後 我們是有這個 假如發展成功 我們是可以接上製造能力 當然還需要一些設備上的更新等等的 不是馬上 現有的設備是不能用 但是我們可以 可以開發下一世代的設備 我們跟這個業者 積極在討論當中 那它的挑戰是什麼呢 你做高效很簡單 特別在這個實驗室裡面做高效很簡單 你要變成低價就困難 假如說高價很高的這個太陽能板 你去買電 大家不太願意裝在太陽能板 你要同樣高價要低價 而且要能夠持續很久 因為太陽能板一裝就要裝20年 這些都是技術的挑戰 那目前這些技術 你需要能夠 它穩定性要夠 要能夠封裝 要能夠量產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克服的地方 但這也是我們的機會 從研發人員角度 這替我們的研發人員 開創一個新的道路 一旦成功 又有新的產業 所以這個方面 我認為是非常需要投入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多接面疊層式的太陽能板 它可以有兩個 兩種不同的材料 譬如說上面用鈣態礦 下面用矽晶的材料 這樣子我們就能夠接收 全光譜的能量 而不是像過去 只收太陽光譜其中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話 這個全光譜能量都可以吸收 都可以轉化 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的轉化率會高 但是我們必須要解決 剛才我提到一些製程上 及穩定性 及一些價位上的問題 我們看說 假如我能夠生產一度濾電 怎麼樣用最有減碳的效益 第一個 我們假如馬上用掉 一度濾電 用來取代一度的天然氣發電 我們省多少碳呢 省0.45公斤的二氧化碳 假如你取代的是 煤產生出來的電 你省了0.9公斤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有濾電 最好馬上用 假如不能馬上用 譬如說這個大白天 這個濾電發太多 沒地方用完 或者是這個 這個 禮拜六周末周日 假日期間 工廠都停班 發了很多濾電 但是沒地方用 怎麼辦 我們假如能夠儲存下來 等到需要再用 譬如說晚上 再用 或是隔一兩天 禮拜一再用 那最好 目前最好的儲存方式呢 大概是電池 或是抽虛發電等等的 電池的效率是90% 所以一度電存進去 再拿出來的時候 變成0.9度電 那這個還是算最好的 比較差一點 還是往下走 那你省多少碳呢 你省0.4公斤 或是0.8公斤 端視於你是天然氣發電 還是煤發電 電池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不能夠 這個儲電 儲太久 各位可以簡單做個實驗 把你的手機充滿電 然後放在抽屜裡 一個禮拜後看還有多少電 一個月後看還有多少電 三個月後還有多少電 一年後看還有多少電 大家可以做個實驗 你就知道 我想不用我講 大家都有很多切身的經驗 電池儲能的壽命 是有它的限制 所以呢 假如你需要長期儲能的話 另外一種方式 就用電解水 用一度的濾電 電解水至氫 然後需要的時候 再把氫拿去發電 這樣一來一往 先電解水再發電 你剩下的電 只有0.48度 50%不到 所以電解水至氫的能量效率 低於50% 這些數字都還算是非常好的 你省多少碳呢 省0.2公斤 或是0.4公斤的二氧化碳 它的好處是你可以長期儲能 所以你需要長期儲能的時候 你就用氫 所以這個方面 我們認為說 台灣在短期的未來 假如沒有很多濾電 沒辦法使用的話 這條路是比較遠的 長遠來講 可能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短期 比較困難 除此之外呢 我們看到說 在這個scheme裡面 我們都是從電 再到電 中間不管你是用電池 或是用氫 它中間等於是電池 所以把電拿去電解水 再燃燒或是燃料電池 再發電 中間這一塊就是電池 所以你就必須要跟電池 來做競爭 所以電池假如發展得很快 過了幾年之後 電池你充電之後 你可以放在抽屜裡 半年的一年 假如能夠達到這個效率 那氫就被比下去了 反之 假如沒有辦法達到的話 氫還有它的作用 除此之外 氫氣還可以做其他的用途 譬如說煉缸 譬如說很多的 特殊的石化工業 原料需要用的 好了 氫我們認為說 最好的方式是由電解 不是電解水 是天然氣的裂解 去碳燃氫 天然氣主要成分是甲碗 一個碳四個氫 我們把這個碳氫線可以打斷 變成碳 固態的碳 跟氣態的氫 氣態的氫 馬上拿去發電 假如我們一度的濾電 所產生出來的氫 可以發3.6度的電 所以產生出來的電 比你投入的電少 你還回一度電 你還有2.6度的電 所以這個濾電的放大 這個效應是非常顯著 而且非常特殊 除此之外 這固態碳 可以用來做儲存用 當作備用能源 可以當工業材料 可以相當高價的工業材料 除此之外 歐盟在今年7月 也通過了一個決議 把天然氣及核能 有條件的納為濾電 有條件 並不是說百分之百 什麼條件呢 假如天然氣替代煤 而且煤度排碳量 少於270克 煤度量少於270克 或是2035年少於100克 越來越嚴 這樣就可以歸於濾電 所以有一個進程 讓我們的去碳燃氫 從開始比較不Efficient 變得越來越Efficient 仍然是可以過於濾電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good news 因為我們這個做法 有希望將來可以變成濾電 這一旦變成濾電 它可以變成穩定的無碳電力 不像風或光 它是intermittent 它是間歇性 這個可以變成穩定的基載 而且它跟目前的天然氣發電廠 是完全相容的 就是天然氣進來 在送到發電機之前 裝一個去碳燃氫的設備 產清之後 馬上送到發電 所以不需要儲氫 也不需要氫的運送 產生出來的氫 假如說合乎剛來歐盟的標準 又變成準濾電 它的固態碳也可以 變成一個很好的工業燃料 它的限制是什麼 仍然這個仍然需要天然氣 天然氣需要仰賴進口 而且目前國際上已經注意到 在天然氣開採的時候 有很多的假碗的液散 特別在生產端 這方面 雖然是國際上已經注意到問題 但是而且是可以被解決的 美國挪威都已經開始做 挪威解決得非常好 就把天然氣液散端的問題 都可以解決 這主要是看怎麼樣立法 來解決各國 已經在COP26、27 都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問題應該是可以解決的 除此之外 我們混氫燃燒的技術 目前也尚未成熟 這個也是一個提供新的挑戰 及機會 我們看說這個去碳燃氫 它跟目前有什麼不一樣 目前天然氣發電 產的是氣態的二氧化碳 去碳燃氫 我們把夾碗裂解成氫跟固態碳 氫燃燒之後變成是水 而不是二氧化碳 好 那我們在允許我 這個下面還有剩下一分鐘 不過我會儘量在一小時內把它結束掉 這張圖雖然各位看起來有點可怕 但是事實上跟大家講 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花點時間跟大家解釋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很不幸 好像很少人講這個 這個怎麼樣來這個產氫 有幾種方法 電解水 甲碗裂解 蓄碳燃氫 或者甲碗撐激種族 我們比較看它的理論上的限制 從理論的角度 各位先不要怕 各位說這個我老早忘光了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非常簡單的概念 好 電解水 我們要打掉的是 氫跟氧之間的棒 它所需要的能量 跟你氫燃燒 所產生的能量是一樣的 你不管這東西 所以電解水 你把OH棒打掉 再把它生成 所以兩邊產生能量 是一模一樣 所以電解水一來一往 你沒有辦法得到淨能量 那我剛才一再講 它的好處是長期儲能 OK 它沒有這個綠電的盡力 而且要解決儲氫的問題 反之你要做驅探燃氫 你要打掉的劍是碳氫劍 碳氫劍遠比氧氫劍要弱很多 所以它只需要76個千焦 就能夠把這個碳氫劍打掉 但是它燃燒起來 又產生氫氫劍 一樣是放出一樣多 572個千焦耳的能量 所以它有能量淨力 而且它產生的是固態碳 這就是它基本的好處 好了 你假如說我們目前 腳碳蒸汽重組 它仍然是 它也有這個約略的效應 但是它排二氧化碳 你還要去二氧化碳去捕捉 所以這一張就是 它的所有理論基礎 當然實際 遠比這個要困難 我甚至簡略的講出 它的理論基礎 另外的困難 目前混氫燃燒 仍然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但是預計在2025到30年左右 就有全清的渦輪機 發電機 世界各大廠都在發展 我們簡單地看一下經濟效益 上面是傳統的天然氣發電 一噸天然氣發電 可以發7700度 假如氣氮燃氫 由於它只用其中一部分的能量 它只能發4300度 天然氣的價格 大家都是一樣 這個可能不是現在的價格 但是假設是 天然氣是6塊錢美金 每個MMBTU 它大約1萬塊左右 但是氣氮燃氫 它還產生碳 傳統天然氣發電 它產生的是灰電 它只能每度賣2.7塊 只要產生濾電 它可以賣幾乎2倍的價錢 當然這個價錢 也是看政府的政策可以賣多少 這樣一來一往 再加上受碳黑的技術 受碳黑的收入的話 驅碳燃氫可以有很大的盡力 特別是跟傳統天然氣的比較 是會有這個的好處 所以我們就綜合一下 驅碳燃氫是可以減少二氧化的排放 最主要它可以穩定的機載 電力來源 而且它的副產品可以是重要的工業原料 並且可以催化一個新的產業的產生 可以以純碳為base的新的產業 這個是眾議院已經demo成功的 就我們的驅碳燃氫的裝置 跟一個13千瓦的發電機來做串聯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是由發電機弄出來的 那我們還有靜的發電機的輸出 這是產生出來的碳 大家可以看到這麼多碳產生出來 剩下的幾分鐘 我趕快把這個地熱跟海洋人 跟大家簡單做個介紹 地熱 再強調為什麼台灣要發展地熱 因為我們坐擁火環帶 這是太平洋的火環帶 在這個地區裡面都有很多的地熱 我們的鄰近國家 日本有600多個MW 菲律賓有1000 接近2000個MW 台灣只有4MW 所以可見我們有這個潛能 但是發展的不夠 為什麼發展的不夠呢 因為日本菲律賓 它的地熱都在火山附近 台灣火山不多 最多大屯山附近 所以在除了大屯山火山附近之外 我們要比較深層的地熱 要往那邊發展 從東部 從宜蘭 台東 一直開發下去 我們認為 這個部分 由於目前這個 去探燃 這個地下探測的技術 也越來越發達 我們已經能夠 比較精準的開發 哪邊是有地熱 哪些是沒有 但是仍然需要 需要有個探勘的技術 同樣的海洋人 台灣也是有非常好的海洋人的環境 這是黑潮流金的區域 台灣也是遠比日本菲律賓的流場穩定 而且流速強 過去為什麼做不到 非常簡單 過去做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東部海域非常的深 在海事工程非常困難 這是綠島 這是台東 這非常好的一個洋流的場域 你要做海事工程的定毛作業 就非常困難 我們現在想要開發 那是在宜蘭外海 這部分 這個深度沒那麼深 場域非常平穩 我們估計從那邊 可以做相當高的海洋能 但是仍然是有一些挑戰 除了這個海事工程之外 我們要很好的海洋探測 海洋目標 那現在我們已經跟一些大學教授合作 再開始建置這個試驗機組 最後跟各位講說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看 這個205年 我們能源的來源大概是怎麼樣 以這個方式 我們非常非常粗略的估算 去太燃金大概可以占到 30%不到的一個能源比 這部分就減緩了很多 我們目前靠風光發電的一個比例 那剩下的我們就需要用 地熱海洋能 那還有一部分 我們實在是沒辦法再想怎麼做的 那我們希望說 將來有進口性 有新的技術能夠 簡稱出來 那當然社會經濟措施也非常重要 這個周老師專家 我們在這邊就不講了 OK 好 最後 全民如何支持減碳 請大家支持減碳科技的研發 科技的研發 我認為是2050年 達到近零排碳的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要達到這個 要有人支持合理的碳稅費 要支持合理的電價 謝謝大家 謝謝